欢迎您收看给你点上新灯 我们知道真佛宗根本传承上是连身活佛 在2010年年初回到台湾 为台湾祈福 主持孔雀明王活摩大法会 本是人天盛事 但是媒体周刊不知道是太过佛心 还是太想刺激消受率 期间又再度做连身法王在台弘法的不实报道 这让我们十分感叹 这人世间到底有没有真相 特别是现代人生活仰赖媒体 若是不能用公正客观的立场去记录采访 那么不实的内容植入群众的思想造成误导 当然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难道只要隔天举办记者会发表控告诽谤 事情就能善了吗 媒体如果先预设了立场做不实的报道 我们今天就来把原有的资料做一些举例 在2月27日台湾雷葬寺 涌入了世界各地前来蒙获法义的弟子 现场超过5万人 这一次还很特别 有许多残障或年纪很大的老人家 都坚持要来参加 这应该是我们师尊的最老的弟子 我姑爹今年100岁 能够参加师尊联生活活的孔雀明王大法 福分非常大 您看100岁的老人家都特别从台北南下要来接受灌顶 可是周刊却不说不报 而拍摄一张有人打牌消遣的照片 来批评参加法会有不幸的信众 殊不知台湾雷葬寺外是公共场合 自由出入的 而这张照片的人时地 它的根据何在呢 媒体是不是可以随便拍 看图乱报呢 再者 连身法王的开示 我们常常听到表面上是笑话 但是实际上是有它要衍生的佛理 媒体朋友如果要断章取义 那么连身活活说笑话的魅力 真的是无人可比 而且重点是 度人无数 今天听到什么 昨天又听到什么 报纸上登什么 杂志上登什么 讲的就是你这个字 讲的就是这个我 今天假如知道我空 那么就可以不当成一回事 什么都没有的 原来是什么都是空的 根本就没有 哪里有人回报 我们再来看 美国成立的卢胜燕布施基金会 它是公开合法的慈善机构 募款所得 当然是为了布施众生 连身法王在法会提供的宝物易卖金额 没有一次是进到自己口袋 每项都是用来救济灾民 或是帮助弟子筹建道场 卢胜燕布施基金会 其间的救助 也获得了许多单位的赞扬感谢 何来肥水不落外人田 中饱私囊呢 真正的圣贤 他要把他自己身上的钱 拿出来 布施给所有的众生 我们曾经在卢胜燕的机密党 广案中说过 连身火佛医生的毁谤事件特别多 其中也不乏爱慕师父的女弟子 这几年 总是在周刊上会刊登不实的照片 而且是经过特殊的加工处理 不明的人看到 当然会匪夷所思 我们现在就来还原当时的状况 这是1998年 由菩提雷藏寺所举办的 与师佛共有洛基山脉之旅 那天下午行程是自由的活动 弟子们风闻师尊连身活佛 在饭店游泳池运动游泳 大家就纷纷的一同前往参加 连身圣尊是个自然而然的师父 弟子们要求合影 当然他是不会拒绝的 所以有了这样旅游记录的画面 你是一个很众人瞩目的目标 今天有一个人来说师尊我给你拍张照 然后你就跟他拍了照 结果明天他就跟人家讲说 你看师尊认可我怎么样怎么样 我现在怎么样怎么样 那这个你就被 听的人要有理智 听的人要有理智 对 你知道师尊是跟任何人都拍照的 你要懂得这一点 你不要拿这个来骗我 师尊跟任何人都拍照的 要懂得师尊 本身是每一个人都是好的 任何人来跟我拍照 我都跟他拍的 哪一张照片就想去俯人 行不通的 大家要有理智 要懂得 我们再来看这张照片 本来是众弟子一起在游泳池的画面 却被周刊故意把他放大 令人产生负面的错觉 请问 这是不是恶意的抹黑呢 当然 有些人的认知里 把做师父的一定定位为刻板的形象 可是 一个成就者的证悟 他的亲近与否 外表真的可以那么容易判定吗 你们认为说 哎呀 这个人言行行为一点迫失都没有 他简直是一个完美的圣人 假如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告诉你 他不是人 他不是人 我还告诉你 世界上没有这种人 在这世间上没有这种人 我还要告诉你 这个人是假的 不是真正的佛陀 只有围装出来的才能够完美 真正的人都是有切得的 我不相信人没有切得 所以表面上的文章啊 你不要太相信 我有很多的师父 大家知道师尊有很多师父 师尊的师父啊 你以为师尊的师父都是圣人 没有的 师尊的师父也不是圣人 不是完美的 你以为我能够找到完美的师父吗 不会的 找不到的 只是我有认为 他们的过失 他们所视线的种种过失 种种凡夫的烦恼 只是在度众生上面 而他们真正内在是清净 我们只要知道 他内在是真正的清净 外面的种种过失 不要去看他 这是真正的师父 连生活佛所说的内在的清净 这正是我们要去开悟 要去实证的学佛异地 但是一般的人如何能了解呢 在周刊乱报诽谤之后 竟然连无限媒体 也粗俗的随之其物 不去求证 不去看书 随便乱拍合成照片 在晚间新闻大肆诽谤 甚至加油添醋 拿艺人赵顺的人生病苦 实修真佛秘法的应验 片面采访 断章取义 连情委接受访问 有了正面的说辞 他都故意不予播出 这样的新闻媒体 不能客观公正 令人遗憾 我们特别要说的是 演艺圈的朋友 与连生活佛欢聚在一起 每一个人都是感受到 圣尊连生活佛平凡中的不平凡 大家都是非常珍惜感念的 这些名字都很好玩笑 最好是孔庆哥 这个比较好的 我觉得没有比较好的 好 孔庆哥再请来一点 来 这个人 好 好 这里 吉祥如意 好 平安健康 生意兴隆通四海 参与孔庆堂参加 来是恒通 这个 如虎天意 对 那既然这个 想要你讲如虎天意的话 那我就也讲如虎天意 一万的意 赚大钱 哦 哦 该什么是吧 泰哥 修行成就 哦 哦 来 郭哥 平安幸福 耶 今年是金虎爷 祝大家 真好耶 谢谢 哦 哦 谢谢 再开心一下吧 明天 今年年映 祝愿 空调以顺 国运昌龙 飞帮腾达 哦 哦 以上就是我们为您做的整理 事实到底是什么 您若仔细的分析 应该不难看出 不过 再大的风浪 再大的毁谤 连生活佛 都是不受影响 如如不动的 老师尊为什么能够自在 再大的困难 摆在我的面前 我还是可以自在 我不会像那个以前 那一位那个 白文正啊 人家给他写了一篇文章 他受不了 他就跑到澎湖去 哦 从白沙的地方 通道通道西 啊 塞鼠啊 北山到塞鼠 澎湖大桥 他既然跳下去 就结束了他自己的生命 好 师尊如果像那个白文正这样子的话 嗯 一百个澎湖大桥都不够 找着跳都不知道到哪里去 但是师尊啊 也不会跳澎湖大桥 为什么 因为我跳下去一定会拼命游泳 然后游上岸 还会游上岸 再远的岸我都可以游得上 我很会游泳 这就是我不能跳澎湖大桥的原意 其实啊 像我这种人啊 我就算了 算了 不用跳舞 什么也不用 不用 管他的 人家怎么样批评啊 在发生什么世界上最伟大的这个丑事 全世界上最伟大的维闻 最伟大的丑事 最伟大令你受不了 这个在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 在受不了的丑事 我都能够自在 我都能够自在